她是个从小就对金钱有着极度渴望的女孩,出身贫困的她唯一的梦想,就是成为有钱人。这天父亲被寨主追着打,毫不畏惧的那英,与寨主撕打起来,警察局外的两姐妹,等待父亲出来,哭诉着因为家里没钱,才会遇到这样的事,别人过得都很好,就我们家这么穷。可走出来的爸爸见到女儿就是一顿责备,丝毫没有关心那英有没有受伤。那英觉得自己并没有做错,他强忍着泪水对着父亲大喊,说的虽然都是气话,但却是他内心深处的感受。 而就在这天,他的命运从此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。一位父亲年轻时的朋友找到他们,两家人围在桌边吃晚饭,听到大叔家里很有钱,那英立刻讨好大叔,夜里听到大人说话的那英,得知父亲对财罚大叔有过滴水之恩。财罚大叔为了报答父亲,和父亲商量着想给孩子订个娃娃亲,约定他的儿子十年后和他的大女儿真书结婚。听到这那英心里很是嫉妒,因为他唯一的梦想就是成为有钱人。 转眼间到了大叔一家离开的日子,临走前,那英不死心地询问大叔家是否还有其他儿子,大叔全当他是为了让家人过上好生活,笑着夸赞他孝顺,便离开了。 这天,姐妹俩在海边玩耍,他们诉说着自己对未来的打算,姐姐从小的梦想就是成为医生,救死扶伤,而那英却说她以后一定要嫁给有钱人。 转眼间十年过去了,妹妹那英顶替姐姐上了大学,成为了一家公司的会计,过上了天天和钱打交道的日子,依然想要嫁到有钱人家的那英,盯上了富二代德成,并且每天迫不及待的催婚。 可他不知道德成其实是个花花公子,只想玩玩的他并没有打算跟那英结婚。 为了摆脱死缠烂打低那英,他找来一群地痞流氓,把那英劫持到没人的地方,一顿毒打,小混混朝那英甩过一笔钱,警告他不要再纠缠社长的儿子。 那英紧握钞票却心有不甘,在被医生告知他已经怀孕时,左头无路的那英似乎又看到了希望,本想用肚子里的孩子,往回富二代德成的心,谁知男人根本不在乎,告知他自己即将和富家小姐结婚,头也不回地离开了。 转眼间,那英已经怀孕七个月,却整天缠着腹带,此时进来的姐姐看着她的肚子一脸震惊,她没想到,从首尔辞职回到老家的妹妹,居然怀上了孩子。 被发现的那英和姐姐说不要告诉任何人,不然自己就会名誉扫地,一直想嫁入豪梦的那英,不想让这个孩子毁了自己的人生,可姐姐告诉他,胎儿已经七个月了,无法手术。 于是那英按照书上的配方熬制中药,本以为喝了就可以摆脱肚子中的孩子,可刚喝完孕反的他,就将所有的药都吐了出来。 转眼间两个月过去了,那英找到在医院上班的姐姐,告诉他自己马上就要生了。 手术室里听到医生说不能顺产,只能手术时,那英拼尽全力洗身告诉医生不能剖腹产,肚子上有刀疤,以后就不能嫁人了。 可医生告诉他,如果不手术的话,他和孩子都会有危险,看他如此坚持,无奈的医生只能帮他进行分娩,一阵阵撕心裂肺的疼痛后,孩子顺利出生了。 就这样那英九死一生的从鬼门关走了一遭,醒来后的那英问到姐姐,孩子呢?姐姐犹豫了一下,告诉他孩子因为早产已经夭折,其实为了妹妹以后能嫁个好人家,姐姐偷偷把孩子送到了孤儿院。 出院后的那英决定要重新开始,他祈求姐姐帮自己保守秘密,这天那英回到家,那个曾经为姐姐取下婚约的财阀大叔,带着儿子永民前来履行承诺,见到大叔的那英止不住的献殷寝,大叔客套的说,如果自己还有一个儿子,也让他当自己的儿媳妇。 听到这那英心中,生出一个大胆的想法,他要取代姐姐,嫁入财阀家。 晚饭后,父亲让真书,抓紧办理护照,与永民结婚后,一起驱往美国。 可爸爸的学徒俊修,却在一旁生着闷气,原来他意志暗恋的真书,看出端倪的那英,打算开始自己的行动。 睡前,真书告诉妹妹,他不想和财阀大叔的儿子结婚。 那英望着身旁的姐姐,嫌弃他真是身在福中不知福。 第二天那英找到俊修,旁敲色急地告诉对方,姐姐喜欢的人就是他,他就打算这样把真书拱手向让马,甚至向俊修提议陷害姐姐。 晚上俊修为了留住真书,下定决心的他,向真书表明了心意,说自己已经喜欢他很久了,随后不顾真书的反对,将他抱进屋里。 回到家的那英,听到姐姐的求救声,不但没有进去帮忙,反而头也不回地转身离开。 装作无视的他看到回来的父亲,连忙上前假意闲聊,拖掩时间,回到家。 迎面撞见从房间里出来的俊修,一脸惊慌的他赶紧关上房门。 装作毫不知情的那英,故意询问俊修为什么如此慌张。 自知做了错事的俊修,口中不住的道歉,察觉一样的父亲,看到门口正是真书的鞋子,推开门,凌乱的真书正躲在角落里瑟瑟发抖,老爷子怎么也接受不了。 自己女儿的清白竟然让人强行玷污了,俊修急忙跪下请求师父的原谅。 愤怒的老头捡起木棍朝俊修打去,这是那英上前拦住父亲,表示再打下去会出人命的。 更何况姐姐是喜欢俊修的,拦截心头之恨的父亲,再次挥起棍子,可气血攻心的他直接贪染在地,没了呼吸。 此时的真书听到屋外的动静,陷入无尽的刺责和诗真的痛苦深渊。 他怎么也想不到,这都是亲妹妹一手设计的。 丧礼上得知金会长家族来祭拜父亲,节一秒正为继谋得逞窃喜的那英,下一秒立马变了梨花带雨,一脸哀愁,甚至见到永民想上前安慰真书时。 竟然抢先一步扑上去抱住永民,不知所作的永民想要推开,却被那英抱得更紧,那英决心一定要得到。 永民这个金主,败满后世的姐妹了,将父亲的骨灰撒向大海,此时那英哭得这么伤心,完全就是鳄鱼的眼泪。 回到家看到凶神恶煞的追债人独在门口,为了保护真书的俊秋挺身而出,他独自揽下所有债务,并承诺三个月之内还薪,急不可纳的那英,第二天就找到金会长,告诉他自己的姐姐已经有交往的人,不能遵守约定与他的儿子结婚。 紧接着声味俱下的哭诉父亲生前的遗愿,就是两家能结为亲家,而且旁敲侧击地表示,自己还是单身,但内心的想法不能自已主动提出来,而是要让对方先开口,因父亲突然离世,家里的遗产被全数估价抵债。 可自私的那英不顾姐姐的阻拦,拿上家里的贵重财物,转头就走,面对俊秀的情深意重,善良的真书决定托付终身。 这晚心机的那英又找到姐姐,他打算让姐姐亲口说出自己放弃嫁给永明,于是告诉姐姐过几天金会长会来找他。 真书坚持说自己已经失去真姐,不想欺骗老实的永明,即将得逞的那英假装好意劝姐姐。 可惜的善良的真书,坚决不做欺骗人的事,见姐姐决心不下,黄鼠狼的尾巴终于露出来了。 其实一直隐忍的真书,早已看穿妹妹的小伎俩,心地善良的他不愿意戳穿妹妹。 面对不依不饶的那英,无奈的姐姐点头答应了。 这天俊修找到债主铤而走险,可谈判还没开始就崩了。 失手的俊修杀了人,没能逃过法律的制裁。 得知消息的真书前去探望,赶来的他和警察苦苦的求情。 为了不连累真书,俊修对他恶语相向,可看着真书此时还在想办法帮自己捡刑。 俊修红卓眼抓住真书的手,可反观那英这边却相当滋润,费心心机的他,终于从姐姐真书手中夺下婚约。 麻雀飞上枝头变凤凰,他如愿以偿地嫁入了豪门。 婚礼上,看着一脸不情愿的新郎,那英便靠近永明的耳旁说道,我死也不会离开你的。 加解豪门只是第一步,以后想要在财阀家站稳脚跟,还需要立马生个孩子。 可那英回想起之前医生和姐姐的对话,不免有些担忧。 可洞房花竹叶的他,却没有看到自己的丈夫。 原来新婚之夜,永明就飞往米国,因为那里有自己喜欢的女人,得知消息的公共,让那英去往米国寻找永明。 同时也是间接利用他去处理掉永明的女友。 可那英到了目的地才发现,阶级的人竟然是老公的初恋遗书。 面对女人的挑衅,那英选择了隐忍。 尽管那英已做好心理准备,可当她看到房间里全是另一个女人的生活痕迹时,忍无可忍的那英将所有东西都清了出去。 这个场面被正好回来的永明撞见,本就在父亲逼迫下,才不得已和那英结婚的永明。 美好气的指责那英不该碰不属于他的东西。 那英清楚,要想摆脱过去,过上豪门太太的生活,只能紧紧抓住眼前的这个金主。 平复好心情的他决定以退为进。 晚饭时,他告诉永明自己打算回国。 然而这话一书出口,瞬间让永明有了一丝愧秀感,如实交代了他和女友一书的关系。 那英看着永明对他吐露心声,趁热打铁,一不做二不休,直接表白自己的心意。 打开心扉的永明告诉那英,一书已经怀孕,并且不打算生下孩子。 听到这里,那英不但没生气,看着那英于心不忍的样子。 永明以为眼前的女人心地善良,殊不知他正打着一手好算盘。 原来自从上回那英偷偷产下女婴期间,他听到医生和姐姐说, 他这辈子不能再生育,现如今他已经嫁入豪门,没个自己的孩子。 怎么能站稳脚跟,无法生育的那英,私自找到老公的前女友一书, 开门见山地说出了自己的想法,却一书把孩子生下来交给他来抚养, 承诺自己一定会将他的孩子视如其初,并且把他推到财阀家族继承人的位置。 眼前的这个女人显然不信,疑惑地询问那英,你为什么自己不生? 如果你有了自己的孩子,恐怕就不会这么做。 那英一脸苦涩说道,不生了,因为生不了。 面对那英提出的这个不亏本的生意,女人显然拒绝不了。 原来那英因为之前的意外,已经无法怀孕,这下他就解决了没有孩子的难题。 在利欲寻心的趋势下,那英的野心也在逐渐放大。 回到家,他告诉丈夫,一书同意把孩子生下来,交给他们抚养, 并且把自己怀孕的事情告诉了公公,听到这,永明以为他对一书做了什么, 可那英却说,他不想让孩子生下来成为私生子,那么他就按照自己说的做。 无法接受的永明来到义书的住处,可敲了半天门也无人回应, 等来的却是一个自称是前女友哥哥的男人。 他表示自己也不知义书的去向,让永明不要再来打扰自己。 其实前女友已经和那英达成共识,故意让男人开门将永明打发走。 那英看到无精打采的丈夫坐在门外,假惺惺惺的劝永明回首, 见永明有些动容,他又离花待遇地哭诉自己的经历。 男人一听,瞬间被那英的善良所感动。 接下来,在一书待产期间,那英一时陪在他身边做孕解,做胎教。 与此同时,孤孤无畏的真书,在福利宴收养了一个女孩。 而这个女孩不是别人,正是那英的女孩。 为了隐瞒真相,他假装自己怀孕,在婆家人面前挺着假肚子, 试图瞒过所有人。 那英假装捧着肚子扶着腰,热情的合来看完的丈夫的二哥说话, 一朝一世这么能装,不知道的真能被他骗到。 殊不知那英几年嫌早已怀孕生下一个,好不容易熬到家人离开。 那英立马将假肚子扯下来,放松一下, 她的样子把一旁的永明都逗笑了。 这天一书早产被送上救护车,生怕有一点闪失的那英, 紧紧抓住一书的手,他提醒一书生产时要用自己的名字登记。 为了让一书牢记,一遍一遍地让他重复练习, 一切按照自己的计划进行。 女人一脸满意地笑,来到医院,他打电话给永明, 告诉丈夫一书已经被送进产房, 而且生产记录上会是他们的名字。 电话这头的永明呆住了, 自己娶的这个女人心机竟然如此之深。 挂掉电话的那英,回想起当初自己难产时, 一意孤行地决定,导致往后不能拥有自己的孩子。 此时的钢铁女人,也忍不住在空无一人的楼道里失声痛哭起来。 夜里,如那英所愿,孩子顺利出生了, 两人给这个小男孩取名为名才。 转眼间,十年过去了,两个相隔万里的女孩, 在乡下无忧无虑地长大了。 现在只要一书不要出现在儿子面前, 没半年就可以给他一笔生活费。 但最近那英发现,对方要钱要得更频繁了, 甚至表面上答应不和民才见面, 私下却不遵守约定。 那英看着眼前的一幕,压抑着心中的愤怒。 事后他悄悄跟踪一书来到咖啡厅, 原来一书每个月从那英那里领来的生活费, 全部都给了哥哥。 本想留点生活费的一书, 还被男人薅住头发, 威胁他如果不把所有钱都拿出来, 只好继续忍气吞声, 刚出门就接到那英的电话。 心生怨恨的那英质问一书为什么不信守怒言, 这晚那英驾车跟踪最久的一书, 丧心病狂的他一脚油门, 将一书撞飞出去, 随后惊慌失措地下车查看, 一书早已倒在血泊里, 失去了意识, 之后确认了周围没有目击者, 那英赶快上车逃离了案发现场, 回到家, 望着房间里熟睡的名才, 上前拉起儿子的手, 贪婪地笑着, 心里想现在终于没有人跟他抢儿子了, 几天后, 魂不守时的那英又赶到事故现场, 那天晚上发生的一切还历历在目, 为了打探消息, 那英装作无视地向咖啡店老板询问, 声称被撞的可能是自己朋友的妹妹, 老板说他应该是死了, 被救护车接走了, 听到这那英不淡定了, 心神不宁地他出门便撞上了路人, 回头一看, 恍惚间将女人错任成一书, 坐随心虚地他被吓得跌倒在地, 可俊修入狱多年, 还是被执行了死刑, 他来到海边, 将俊修的骨灰撒向大海, 本就柔弱的内心, 失去了坚强的寄托, 同时他不知道回家后如何向孩子解释, 十年里首次回到婆家的那英, 利用儿子民才轻松搞定了公婆, 晚饭后还主动到厨房里收拾家务, 就连睡觉前跺到公婆房间门口问候一声, 回到房间那英和丈夫躺在床上, 结婚十年来, 这是两人第一次同床共振, 那英先开口了, 他和一旁浑身不自在的丈夫说道, 夫妻两人因为儿子的教育问题起了争执, 有民希望儿子在韩国上学, 可那英却心持要送儿子去米国镀金, 自小在外上学的丈夫, 感同身受的说道, 不想让孩子也体会道, 这种被家人抛弃的感觉, 另一边, 俊修作为杀人犯被执行死刑的事情登上报纸, 惠珍在学校里遭到同学们的排挤嘲笑, 从小性子刚烈的惠珍将说他坏话的同学, 按在地上一顿摩擦, 回到家里, 惠珍生气的赤问母亲为什么要欺骗自己, 说完就伤心的跑了出去, 珍叔很是无奈, 惠珍是被那英抛弃的孩子, 珍叔又怎么忍心告诉他真相, 回国的那英带着儿子回到渔村, 十年未见的梁姐妹再次重逢, 相拥而泣, 仿佛那时的恩怨情仇已经烟消云散, 那英拉起姐姐的手, 问姐姐是不是怨恨自己, 当初因为自己的一己私欲, 断送了姐姐的人生, 希望姐姐能够原谅她以前的所作所为, 善良如初的珍叔哭着说, 自己从来没有怨恨过她, 交谈过程中, 那英得知姐姐领养了一个女孩, 但姐姐没敢告诉那英, 这个孩子就是她当年男产生下的女儿, 另一边, 明才来到海边满爽, 这时远远看到一个女孩, 缓缓走向海里, 善良的明才猜到对方想要寻短剑, 尽管自己不会游泳, 却立马冲过去救她, 可自己却在深水区溺水, 反被发现她的惠珍救了上来, 临边嫌惠珍送给明才许多贝壳作为感谢, 回到海里畅快游泳的她与明才挥手告别, 似乎预示着两人以后还会再次相见, 天色越来越晚, 可珍叔迟迟不见惠珍回家, 放心不下的她, 与邻居们出门寻找, 而此时的惠珍来到海边, 她无法接受自己是杀人犯的女儿, 在雨中崩溃的大哭起来, 可回应她的只是一道道电闪雷鸣, 满度委屈的惠珍朝着天空大喊, 我不是杀人犯的女儿, 我会在出色的爸爸那里重生, 然后抹去脸上的雨水, 指天发誓, 说完她脱下鞋子放在一旁, 毫不犹豫地向大海走去, 找到这里的真书, 在岸边看到惠珍的鞋子, 心碎的她抱着鞋子时声痛哭, 后悔没有早点告诉她真相, 嘴里一遍遍哭喊着妹妹的名字, 转眼又是十年过去了, 明才已经摇身一变成了一个帅小伙, 才发爷爷的七十大寿上, 一个戴着鸭舌帽的女明星跑过来拉住了她, 看到楼道里赶来的狗仔, 女明星依偎在明才怀里, 低头不让追上来的狗仔拍到自己, 望着眼前的一幕, 明才有些不知所措, 靠在明才肩头的女明星喜美一笑, 眼看时机成熟, 她就勾勾手指, 让不远处的助理们过来, 心领神辉的助理, 连忙假装跟她道歉, 谁知女孩转身直接甩助理两个大耳瓜子, 她这么做就是为了能够登上热搜, 一脸委屈的助理安抚狗仔, 马上安排访问, 随后一双护扇的大眼睛, 望向墙角的明才, 见对方还没回过神, 她掏出口红, 拉起明才的领带, 写下自己的名字白人机, 紧接着还用嘴唇盖了个章, 明才从未见过这么特别的女孩, 呆呆的愣在一旁, 工作室里, 助理将修好的照片拿给人记, 她让助理直接将照片发到网上, 可是听到助理叫她慧珍这个名字, 女孩的脸力气黑了下来, 这十年来, 她最厌恶别人叫她慧珍这个名字, 对于她来说, 意味着贫穷和罪名, 而这边的明才还在回想着, 白天发生的一切, 白人机的样子, 在她脑海中挥散不去, 可对母亲纳英来说, 自己的儿子, 必须要和豪门的千金联姻, 于是, 她拜托婆婆帮明才留意, 听到有财阀家的小姐, 对自己儿子有好感, 纳英高兴地忘忽所以, 她才不在乎儿子是否愿意, 儿子和丈夫对她来说, 都是在豪门站稳脚跟的妻子, 亲密的照片一发, 很快人机和明才两人的绯闻就上了热搜, 这晚纳英无意看到, 儿子与女明星的绯闻, 她惊讶地无法相信自己的眼睛, 如果儿子与女明星真的在交往, 那自己的豪门计划就破灭了, 刚想离开时, 她又发现了那条印有签名和纯印的领带, 更加觉得这个绯闻是真的, 她怎么能允许这样的事发生, 于是, 愤怒不已的纳英, 连忙找人打听人机的行程, 她决定亲自会会这个狐狸精, 亲生母女时隔二十年第一次相见, 没有想象中的皆大欢喜, 有的只是两人针尖对卖忙的互不相让, 此时的纳英并不知道, 眼前的女孩就是自己的亲生女儿, 她开门见山, 声称自己是民财的妈妈, 警告女孩离自己的儿子原点, 面对眼前的这个不速之客, 人机一副无所谓的语气, 劝大神不要对报道的绯闻太过较真, 面对人机颇为应付的解释, 纳英一脸不屑, 人机也不是擅长, 本想就此了事的她见到大神不依不饶, 甚至听到对方已经调查过她的身世, 面对这个有备而来的财阀大神, 人机丝毫不带怕的, 母女俩的第一次见面, 就这样不欢而散, 回到车上, 纳英意识到人机不是能简单对付的人, 一想到她刚才蛮横的样子, 纳英就气不打一处来, 她可不想被一个丫头骗子, 破坏自己的财阀夫人吗? 同样, 人机想到纳英对自己的羞辱, 决定报复的她拜托经纪人调查关于民财的所有, 刚回到家, 婆婆就找到纳英, 听说民财在和女明星交往, 提醒纳英好好管管民财, 不要影响到与财阀家族的联姻, 纳英连忙回应, 这是谣言, 没有此事, 说实话, 她是最不想与财阀千金联姻的事情泡汤的, 可她不知道的是, 民财与父亲咖啡店老板关系也很是亲近, 眼前这个眼熟的女人, 正是之前在美国被纳英撞死的一书, 她车祸后命悬一线活了下来, 回到泡菜锅开了咖啡厅, 她打算以这种方式陪在儿子身边, 民财也被这个温冷的阿姨所感染, 在她这里总能感到前所未有的轻松, 可家里等待她的却是纳英冰冷的脸, 一进门便质问民财, 是否有事情隐瞒着她, 见民财否认认识白人机, 她犀利的眼神完全将民财看透, 伸手拿出那条印有签名和纯印的领带, 丝毫不给民财任何解释的机会, 面对控制与极强的母亲, 民财俯下身子向母亲保证, 除了要结婚的女人, 自己是不会交往的, 民财的话这才让纳英放心下来, 可这真的是民财的真心话吗, 从她的表情看, 她显然对人激动了心, 听到母亲说要将领带烧掉, 没有任何退路的名, 才只能无奈答应下来, 就像二十年里, 她从来不敢忤逆母亲的任何要求, 第二天精心打扮的纳英, 来到二嫂的私人画展, 也还是一副人畜无害的笑脸, 正在此时, 二嫂给她介绍一个生意伙伴, 可眼前的这个男人不是别人, 正是当年抛弃自己的渣男, 两人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, 做着自我介绍, 渣男没想到这个曾经被自己抛弃的女人, 已经成为了豪门阔态, 纳英虽然平静地瞅着眼前的男人, 可想到当时被前男友抛弃的情形, 心里恨不得杀了她的念头都有了, 另一边, 民财在朋友的安排下, 和人机再次见面, 对人机念念不忘的民财激动又害羞, 可他想不到的是, 面前的人机是抱有目的的, 面对这个单纯的财阀少爷, 人机决定已退为进, 说完话便转身离开, 想要把握机会的民财追出去, 可人机不给他说话的机会, 让司机启动车子离开, 没有想到的是, 民财追着汽车疯狂地奔跑, 人机被他傻傻地单纯所打动了, 此后, 民财不顾母亲的反对, 私下和人机约会, 两人享受着难得的美好时光, 而助理已经将两人的亲密互动拍了下来, 回到工作室, 助理问人机要不要挑选照片传遍网络, 原本抱有目的接近民财的人机, 在相处中已经喜欢上了这个呆呆的少年, 他改变了主意, 助理姐姐看出人机对民财是真心的, 并劝他借此机会嫁入豪门, 但人机似是自己不光彩地出身, 如何配得上民财, 他嘱咐助理将照片删除, 并决定自己不会再和民财见面, 这天那应来到姐姐的住处, 可在路上碰到一个酒鬼, 长相与他死去的父亲如此相似, 作贼心虚的他, 瞬间背下了魂飞魄散, 回过神来, 才发现只是自己的幻觉, 来到姐姐住处的那应, 便将一肚刺气撒在姐姐身上, 而且无意发现了慧珍小时候的照片, 那应好奇, 这个孩子跟小时候的自己一模一样, 一旁的真书谎称, 就是因为跟他相像才领养的, 可临走前, 那应回过神来学问姐姐, 当年自己产下的孩子真的死了吗? 看到姐姐一脸犹豫, 聪明的他意识到从过任领养的孩子就是他的女儿, 姐姐连忙否认, 但是见到姐姐迟疑的表情, 那应更加确信是姐姐欺骗了自己, 为了打消那应的疑虑, 姐姐本想继续否认, 可那应追问着姐姐, 告诉自己真相, 听到这真书点了点头, 承认慧珍就是那应的孩子, 得知真相的那应却一秒变脸, 真书解释着, 那是未婚先运的他无法抚养孩子, 可他理解不了姐姐的苦心, 则被姐姐让自己变成了坏人, 这是把自己的责任推得一干二净, 那应声称现在的自己无法面对孩子, 姐姐哭着告诉他, 孩子十年前就死了, 如是重负的那应恢复了平静, 想到女儿不会影响自己的豪门生活, 整理好情绪的那应, 趁此机会跟姐姐划清界限, 他要与姐姐恩断一绝, 老死不相往来, 那应开车回到家里, 丈夫已在客厅等候他多时, 原来永明白天接到一个男人的电话, 这个男人正是一叔的哥哥, 他告诉永明, 一叔死于交通事故的罪魁祸首, 就是他的老婆, 他不仅从妹妹手中抢走了儿子, 甚至还要这样对待他的妹妹, 无法相信的永明警道他不要毫无证据地望下结论, 永明了解那应是个为了名才会不惜一切的女人, 他打算亲自问问老婆, 可面对丈夫的质疑, 那应对一叔的事情拒不承认, 回到房间的那应竟有些后怕, 那天晚上的经过历历在目, 他不知道的是, 一叔不仅活了下, 而且每天和民才见面, 这天来到别墅的真叔, 在门口碰到那应, 原来真叔依然没有放弃寻找慧珍, 在过任打听消息的他, 终于获得了慧珍的线索, 那应摇下车窗, 一脸冷漠地说道, 他再也不想见到姐姐, 真叔说不久前见到和慧珍很相像的人, 或许能够找到慧珍, 为了自己能继续坐稳豪马儿妻, 他向姐姐表明了自己的立场, 面对那应冷漠的态度, 姐姐意识到这个孩子对于那应来说始终是个累赘, 于是狠下心决定不再打扰那应的生活, 这晚夫妻两人在房间里, 讨了一处交通事故意外死亡的事, 那应看出丈夫仍然不相信自己, 赌气说在丈夫眼里, 自己就是个恶毒的女人, 丈夫见妻子情绪很是激动, 觉得可能自己是多想了, 那应恳求丈夫不爱他没关系, 但不要从他身边抢走名才, 就在这时, 他感觉到为了一阵酸水, 那应赶紧往楼下的卫生间跑, 在逃离之时却从楼梯滚落下来, 等再次苏醒, 人已经试在医院, 经过昨晚这件事, 永明对自己怀疑那应感到抱歉, 丈夫突然的温柔体贴, 让那应很不习惯, 随后, 永明向妻子坦白, 其实当得之意收出了车祸, 自己心里很是高兴, 虽然自知不应该这样想, 可是从此民才的绅士, 不会被其他人发现, 借此机会, 那应拉起丈夫的手, 感慨丈夫终于和自己站在了统一战线, 两人约定, 不管以后发生什么事, 都要将儿子的绅士保密, 办理出院手续的永明到了医生办公室, 却被告知, 他的妻子已经怀孕, 但摔下楼梯时, 肚子里的孩子没了, 医生在他失去意识给那应做了手术, 提醒永明对妻子保密, 以免让他伤心, 回到病房的永明一脸心事, 虽然他不知道那应无法生育, 但他好像有着自欺深藏已久的其他秘密, 这天他学问父亲的私人医生, 以米国的朋友为借口, 谎称朋友年轻的时候, 做了血育手术, 可现在朋友的妻子却怀上了孩子, 医生告诉他, 偶尔也会出现个例的特殊情况, 听到这, 永明觉得应该是自己多讲, 医生怀疑这是不是他自己的事, 永明连忙否认, 医生建议孩子出生后, 可以做亲子宪定确定一下, 这天永明接到一叔哥哥的电话, 一见面他就提醒男人, 不要再将一叔的死嫁获给自己的妻子, 只要他消失在他们的视线, 约定明天这个时间会给他一笔钱, 回到家的永明发现妻子外出, 原来纳英接到前男友德成的电话, 纳英刚坐进副驾驶, 男人便摸着纳英的手热情起来, 他没想到的是, 纳英更加热情的回应, 突然意识到眼前的女人, 已经不再像以前任人拜, 他威胁纳英不要太嚣张, 如果婆家和老公知道, 他不是厨女的身份嫁起来, 他就会被赶出去, 可纳英丝毫不带怕的, 他已经将德成的家底调查清楚, 德成先生的老婆, 是个比自己更狠毒的角色, 而且岳父还掌握了, 家中的财政大权, 底细被彻底揭穿的前男友面子全部毒尽, 赶快叫纳英下车离开, 看着这个抛弃自己的男人不知所作的样子, 纳英很是起气, 可一下车, 老公永明却出现在他的身后, 故作镇定的纳英, 立马跑过去挽住丈夫的胳膊, 丈夫虽有疑惑, 但没有继续询问纳英, 只是想约纳英去父亲喝杯咖啡, 做贼心虚的纳英, 连咖啡太堂都没发觉, 见丈夫一脸严肃, 纳英连忙解释, 刚才是一个很久不见的朋友续秀, 但是永明并没有在意, 而是坦白自己在民财出生时, 去医院做了绝育手术, 听到这纳英回过神来, 以为老公是多么讨厌自己, 竟要选择这种方法报复他, 情绪激动的他不顾永明的解释, 起身离开, 丈夫永明追出去, 发现人已经消失不见, 傍晚永明回到家, 等待他的却是纳英的笑容, 永明开口想和纳英解释, 纳英却给丈夫找了理由理解他之所以这么做, 是为了民财, 怕他们有了孩子会冷卧民财, 一直想让民财与财阀千金联姻的纳英, 今天终于迎来了好消息, 这天纳英期待的财阀夫人, 路过来家里喝杯茶, 实际上是想见见民财, 组织一下两家孩子联姻的事情, 而此时的民财去了附近的咖啡厅, 电话联系不上儿子的纳英, 怕时间来不及, 便决定出门寻找, 这边民财和一叔正享受着美好的咖啡时光, 看着路对面的母亲临走前, 民财还透过窗户将母亲介绍个一叔, 看到那张当初要将自己置于死地的面孔, 一叔不自学地触摸脖子上的疤痕, 得知母亲打算让自己回家相亲, 已经有心上人的民财很是抗拒, 虽然很不情愿, 但民财不想让母亲伤心, 还是答应下来, 回到家, 民财礼貌地与财阀夫人打声招呼, 随后便来到房间, 打开电脑, 桌面上醒目的是人机的背景图片, 临走前, 纳英阿谀奉承, 讨好着面前的财阀夫人, 丝毫不敢有任何怠慢, 哪怕汽车走远了, 也要远远的鞠躬, 从婆婆口中得知, 财阀夫人对民财很是满意, 纳英激动的瞬间热了盈眶, 她的财阀夫人猛终于指日可待, 随后纳英来到儿子房间, 打开后发现电脑里都是人机的照片, 想到自己的儿子, 是要和财阀千金联姻的, 现在却对这个女明星念念不忘, 此时的她必须采取行动了, 于是拜托人机的经纪公司, 取消她的所有通告, 将人机无限期的血藏, 并且暂时送她去国外深造, 本不想服从公司安排的人机, 面对无法改变的现实只能接受, 她不知道这正是她亲生母亲的安排, 而珍书自从上次无意撞见人机, 发现车里的人机, 正是与惠珍相向的女孩, 墨镜下的人机因对母亲的思念, 也早已泪流满面, 珍书断定眼前的这个女孩, 就是她苦苦寻找李慧珍, 可她现在十分苦闷, 因为她发现不管是慧珍也好, 纳英也好, 两人都想将以前的事情全部忘掉, 面对母亲窒息的爱, 儿子明才和母亲大胆提出, 想在小叔的辅导机构工作, 对儿子控制欲爆棚的纳英明显不同意, 明才竭力向母亲争取自己的想法, 见明才下定决心很是坚决, 纳英无奈还是松了口, 同意明才的想法, 但必须保证每二小时就要给她打个电话, 一心想睁开母亲束缚的明才十分苦闷, 独自来到小池摊借酒消愁, 一心买醉, 喝过酒的明才来到咖啡厅, 一进门她就对深夜打扰感到抱歉, 醉酒的她说, 因为母亲不喜欢她喝酒, 所以想等酒醒了再回去, 面对一叔对自己的理解和关怀, 明才感慨道, 如果母亲像阿姨这样该多好, 真希望阿姨就是她的妈妈, 这却无心的话, 却深深刺痛一叔的心, 瞅着熟睡的亲生儿子, 却无法与他相认, 时钟的指针已经过了十二点, 那英见儿子明才依然没有回家, 担心的他决定出门寻找, 此时, 一叔正送着刚刚醒酒的明才网家的方向走去, 刚出门的那英便看到明才和一个女人有说有笑, 她下意识地躲在一旁的墙角, 并尝试偷听两人的谈话, 面前的女人竟有些眼熟, 仔细看发现女人竟然是当年被自己撞死的一叔, 这天她来到咖啡厅, 一进来就故意询问一叔在美国遭遇车祸的事, 云淡风轻地将这件事与自己撇得一干二净, 没有任何思想准备的一叔, 询问那英怎么知道这里, 可那英却黑着脸质问一叔, 竟然为了见到儿子, 故意在他们家附近开了咖啡厅, 一叔保证自己一定会遵守当年的约定, 只希望像现在这样看着明才而已, 但那英金举不同意, 他不相信面对亲生儿子, 一叔能控制好自己, 总之, 如果别人知道他的存在, 明才私生子的身世秘密就会被发现, 一叔请求对方再给他半年的时间, 只要时间到了, 就不会出现在明才面前, 那英看着眼前梨花带雨的女人, 询问一叔发生车祸以后是怎么生活的, 没想到一叔说发生车祸之后, 抓到了肇事逃逸的人, 并且领到了保险金, 听到这那英感到不可自已, 明明是自喜壮人, 却有人帮他顶罪, 并且支付了大的保险金, 想到这, 他学的能够帮自己隐瞒这件事的只有丈夫, 回到家, 那英告诉丈夫自己却见了杨一叔, 看到丈夫并没有很知心, 原来丈夫早已知道, 一叔还活着的事, 只有自己却被蒙在鼓里, 而且在出车祸后, 永明一直在帮助一叔, 替他支付了高昂的住院费用, 那英十分崩溃, 永明认为这件事因自己而起, 答应那英自己会出面解决, 那英以为自己的安排半无一失, 可他不知道的是, 人机没有离开首尔, 而且和儿子明才享受着二人难得的自由时光, 明才甚至为了躲避母亲, 出门时将手机故意遗忘在家里, 现在丈夫包庇着昔日的女友, 儿子又扔下手机独自外出, 那英为了挽回远离自己的丈夫和儿子, 这天晚上他故意制造了交通事故, 接到消息的丈夫赶来, 见到那英已经被吓得神志不清, 甘心妻子安眉的永明, 不顾工作人员的阻拦, 强行带走了妻子, 在车里, 那英口中不停地念叨民财的名字, 并坚持不去医院做检查, 故意装作很虚弱的那英提出, 让丈夫抱他上楼进去休息一晚, 说完还将丈夫拥入怀里, 哭诉着, 当他要死的一瞬间, 眼前浮现的就是他的脸, 这招对丈夫果然好用, 看着那英得意的笑, 就知道他的目的已经达到了, 早上永明精心准备好早餐, 并联系上儿子, 告诉明才母亲出了车祸, 让儿子赶紧回家, 而此时那英正在门旁偷听, 听见丈夫的脚步, 又赶紧回到床上, 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, 这天永明来到咖啡听见到一书, 他开门见山, 让一书按照约定立马回米国, 可一书坦白自己剩下的日子不多了, 长则一年, 短则三四个月, 可否让自己剩余的时间里, 默默看着儿子, 善良的人儿跟字就是来, 永明又觉得面前的前女友也好可怜, 两人的见面被那英在路对面偷偷地看着, 回到家, 他打电话给永明, 质问事情解决的怎么样, 永明本想以忙碌为借口, 说今天没有时间, 不曾想那英已经知道他去找过一书, 无法掩瞒的永明说, 一书剩下的日子不多了, 那英不相信, 说他在说谎, 生气地将电话挂断, 一颗也等不了的那英, 来到咖啡厅找一书, 差点被正在行驶的车辆撞倒, 惊魂未定的那英, 来不及贫富心情, 抓住一书, 让他把儿子还给自己, 并且质疑他的绝症的是是假的, 可就在这时, 两人转身看到了路过的名财, 多年未见的赌兔哥哥突然出现, 并说妹妹当年生下的儿子, 不是财阀少爷的骨肉, 一书听到面前哥哥的凭空捏造, 脸色难看地质问他为什么人还在这里, 不是威胁永民拿到够多的生活费了吗, 哥哥却重复说着民财不是金永民的孩子, 恼羞惩怒的一书上前揪住哥哥, 让他不要胡说八道, 两人情绪激动, 甚至在咖啡厅里动起手来, 路过的客人投来一样的眼光, 为了堵住哥哥的嘴, 这天一书找到那英, 一脸为难的说有急事需要用钱, 已经有心理准备的那英, 看清一书的本性, 直截了当地问一书需要多少钱, 可看到那英嚣张的表情, 一书意识到自己不应该拜托那英这种事, 并且强调不是为了钱而把儿子给他, 而是因为民财是永民的孩子, 临走钱, 那英答应可以给他钱, 并且威胁不要和民财收任何事情, 恼羞惩怒的一书放下狠话, 这次一定会拉着那英同归于尽, 回到家那英将今天的事告诉了丈夫, 而且说如果不给他钱, 他好像就要大闹一番, 那英的激将法果然奏效, 听到这的永民迫不及待地要找一书问清楚, 到了咖啡馆, 永民问到有任何困难就告诉人, 而是不要去拜托那英这种事, 并承诺自己一定帮助他, 随后哥哥突然闯了进来, 兄妹俩在永民面前大大出手, 永民赶紧拦在中间, 将人拽出门外, 男人嫌上次永民给的钱太少, 永民承诺再给一个月时间给他解决问题, 并让他答应再也不要出现在一书的面前, 永民得知原来是因为哥哥的威胁, 一书才做出借钱这种事, 回想起之前在美国和一书的时光, 当初因为父亲逼迫自己与那英结婚, 才与怀有深运的一书分开, 没没想到这里他就十分愧疚, 这天一书关好店门下班回到租住的阁楼, 正要开门时, 永民出现在面前, 他没想到一书这些年生活得如此辛苦, 这个柔软的男人又被眼前的一幕感动, 心疼地拉起一书拥进怀里, 并承诺要好好照顾一书, 第二天早晨, 永民刚从一书家走出, 身后一书的哥哥就从巷子里露出一脸坏笑, 原来就是兄妹两人串通好了, 一书这么做的目的, 不仅是需要钱, 更重要的是报复那英, 他一时记得那英驾车撞踏实的那张脸, 不仅要找回自己的儿子, 还有被抢走的永民, 就连旁边的哥哥都劝他不要太贪心, 这天永民叫来公司的律师, 他想用个人名义动用一部分资金, 原来永民昨天晚上看到一书, 因为车祸身上的疤痕, 又回想起那英的对话, 当时妻子虽然是赌气的话, 实际上是心虚的表现, 回到家, 无论那英问丈夫什么, 对方都不回答, 只是表示接下来如何帮一书过得更好, 那英听到丈夫话里话外, 都是对自己的质疑, 丈夫走后, 气得发抖的他开始乱砸东西, 满怀心事的慧珍, 偷偷来到渔村, 看望母亲, 恰好出门的真书, 仿佛感受到了人机的目光, 自从上次拦在车前, 真书就觉察, 这个大明星与当初失踪的慧珍很是相向, 如今他竟来到小时候生活的地方, 真书更确信, 白人机就是慧珍, 人机来到小时候玩耍的海边, 回忆着小时候的经历, 勾起伤心往事的他, 忍不住泪流满面, 正准备离开时, 追到身后的真书, 真书上前询问, 你是慧珍吧, 人机笑着说, 我并不是阿姨的女儿, 原来他已经从孤儿院得知, 真书是养育自己的人, 但并不是他的亲生母亲, 他非常感谢真书把自己当成亲生女儿养育, 不过他一直好奇自己的父母是谁, 真书虽然清楚人机的生母是纳英, 但此时他无法将这个秘密说出口, 有名的二哥英俊向妻子提出了离婚, 两人的婚姻画上了句号, 原来英俊自从接手造船厂工程, 就与温柔知心的真书, 有了一段邂逅, 相比以前强制的前妻, 他更能从真书身上获得男人的担当, 这天气不过的二嫂找到永明, 听到那个女人是纳英的亲姐姐, 二嫂在想, 这会不会是纳英在背后搞鬼, 第二天她特意在院子里, 等待纳英开门见山就说, 丈夫英俊与自己提出离婚, 准备与她的姐姐在一起, 听到这个消息, 纳英也是一脸吃惊, 难以置信的她, 立马来到姐姐住处进行求证, 看着姐姐默不作声, 纳英心中有了答案, 姐姐真真书解释之前自己毫不知情, 可现在深深爱上了对方, 已经无法自拔, 纳英催促姐姐去死, 不然自己的脸要给她丢弃了, 可这次姐姐不再像以前那么软弱, 大声地向纳英表达了自己的想法, 姐姐和二哥的事情, 一直让纳英很是苦恼, 晚上她找到公公, 犹豫不决, 不知从何说起, 没想到眼前的这个老头, 手眼通天, 早就知道了此事, 纳英直接跪了下来, 声称自己已经尽力说服姐姐, 可还是无能为力, 公公却不以为然, 说这些不是问题, 想当初她年轻的时候, 比这个还过分, 纳英刚刚起身, 没想到公公却在身后问起杨艺叔的事, 原来纳英已帮艺叔检查身体为由, 将对方送到医院, 没想到艺叔竟确诊了脑肿瘤, 原来公公早已知道, 艺叔是明才的生母, 老爷子早在艺叔怀孕时, 他就去过米国, 可那个时候已经晚了, 孩子已经无法手术, 纳英说, 这些年隐瞒这个秘密, 每天都是担惊受怕, 既然公公已经知道真相, 他提出想将事情告诉儿子明才, 但老爷子坚决不同意, 其实他们不知道的是, 明才已经知道了自己的身世, 原来前几天门外的明才偷听到父母的谈话, 他已经知道纳英不是自己的生母, 不过知道秘密的他依然装作入无其事, 与母亲开心的共进午餐, 纳英怕儿子未来会有遗憾, 他试探心的询问明才, 咖啡厅的阿姨生病了, 人要不要去看望一下, 一脸心事的明才还无法接受这个现实, 但他想不到的是, 母子俩的这次见面, 却成了永别, 这天一书脑肿瘤手术, 突发意外转到SAU病房, 得知消息的纳英急忙赶来, 此时的他十分矛盾, 手术成功, 担心明才回到一书身边, 手术失败, 又怕无法和明才交代, 母子俩的第一次正式见面, 居然是在重症监护室, 也许是两人之间的心灵感应, 昏迷中的一书慢慢苏醒过来, 一书对当初因为金钱抛弃了明, 才感到十分后悔, 因为脑肿瘤癌细胞扩散得太快, 一书终究还是没能挺过来, 母子两人相认后的第一次见面, 尽成了永别, 等医护人员赶到, 一书已经没了, 但明才依然没有放弃抢救, 尽管医生已经对一书下达死亡证明, 但明才继续对母亲做着心肺复苏, 丧礼上, 趴在车窗外的纳英哭喊着明才, 哪怕一旁的人机怎么劝说明才, 明才都不愿意回头看纳英一眼, 只是淡淡地说了一句, 开车吧, 此时的他无比怨恨, 怨恨当初的爸爸抛弃了妈妈, 怨恨没有与妈妈早些相认, 不久后, 真叔得知人机和明才恋爱的消息, 他决定将心理意志隐藏的秘密告诉人机, 人机无法接受意志和自己作对的新机女, 竟然是当年抛弃自己的母亲, 自从一书去世以后, 人机一直陪在明才的身边, 此时的明才决定与人机举行婚礼, 并向媒体公布了两人的婚讯, 这个爆炸性的新闻, 很快登上了头条新闻, 可是身为父亲的永明, 却是一副事不关己的模样, 原来一书在手术之前找到永明, 他说自己也不知道, 名才的生父到底是谁, 听到这个秘密的永明一脸震惊, 原来一书的哥哥实际上是他的前男友, 在认识永明这个财阀少爷之前, 两人一直都是同居状态, 得知真相的永明每次看儿子明, 才都是戴着有色眼镜, 这天犹豫再三的真叔找到那英, 告诉他人机是他的女儿, 那英不敢相信自己处行纪律高垮的女明星, 竟然是自己二十年前产下的女婴, 那英,名才不是自己的亲生孩子, 那英听到这里心动凉了, 如果名才没有财阀家族的血统, 那意味着自己这二十多年的努力全白费了, 原来永明自从听到一书生解的秘密, 得知名才有可能不是自己的亲生儿子, 他便偷偷找到医生做亲自鉴定, 不过他给医生的毛发不是自己的, 而是一书的哥哥, 但医生却以为送来的毛发属于永明, 可是这与名才的基因完全不匹配, 那就意味着名才不是永明亲生的, 可老爷子早在之前, 就偷偷做过永明和名才的亲自鉴定, 证明两人存在血缘关系, 抱着多医师不如少医师的态度, 医生决定隐瞒这个秘密, 告诉永明鉴定结果是亲自关系, 得知亲自鉴定结果的永明十分崩溃, 原来自己替别人养了二十年的儿子, 而此时的他, 还得在外人面前装作什么也没发生的样子, 那英今天终于鼓起永继告诉丈夫, 白人机是自己二十年前生下的女儿, 永明听到这个秘密无法接受, 转身离开, 那英跟上去想继续喜事, 可永明觉得, 你既然骗了我就应该把真相带到坟墓, 另一边公共的私生子找到名才, 他二话不说, 拿出亲自鉴定告诉名才, 你不是你父亲的儿子, 名才疯了事的跑回家, 想听听父母的喜事, 可刚进门就听见两人因为名才身世争吵的声音, 门外的名才感觉天塌了一般, 无处诉说心事的他只好找到人机, 原来他与父母都没有血缘关系, 而且自己也根本不是什么财阀家的少爷, 他觉得一无所有的自己, 对名才不离不弃, 安慰他尽快联系父母, 听听他们的解释, 不能被其他人混淆视听, 这时, 名才拿出那份亲自鉴定, 可刚刚打开人机就察觉出不对信, 报告上并没有标注当事人的名字, 他劝名才拿回家给他爸爸确定报告的真实性, 可此时的名才不愿去面对这个现实, 为了帮助名才解开谜题, 人机独自前来找到那英, 开门见山的将鉴定报告拿了出来, 报告上面的结果写着不具有亲自关系, 听到结果的永明一脸痴心, 当初给的头发就是一书哥哥的, 如果不匹配, 那面才不就是自己的心生骨肉吗? 随后, 他把实情告诉了那英, 这个天大的误会终于解开了, 这天老爷子终于要宣布医嘱了, 家族里的所有人聚集一起议论纷纷, 所有人都觉得老爷子会将会长职位留给永明, 这时律师拿了一个精致的盒子, 所有人的目光都看向永明, 打开后永明看到医嘱上写着继承人士自己的名字, 永明却若有所思的看向那英, 那英此时高兴的已经合不拢嘴了, 原来律师第一时间告诉那英, 亲眼看到老爷子医嘱上写的是永明的名字, 听到这个消息的那英觉得一切都稳了, 可永明宣布会长继承人士秦英俊早就做好当财阀夫人的那英, 一脸死灰, 自己处心几率二十年, 到头来还是控欢喜一场, 接受不了现实的他立马转身离开, 永明独自来到卫生间, 将刚才的衣柱烧掉, 原来老爷子在很早之前就找过永明, 让永明发觉自己已经施耐着那英, 面对眼前已经崩溃的那英, 永明再怎么几时都是无济于事, 因为成为财阀夫人, 是自己二十年来最大的梦想, 自责的那英来到海边, 他很愧就没有能帮助父亲完成医院, 原来早在父亲年轻时, 那英的母亲和金会长彼此时恋人关系, 父亲那时只是偷偷暗恋着那英母亲, 后来金会长以爱情作为代价, 他决定用女人与兄弟交换专利, 两个男人都得偿所愿, 可事业一天天壮胆的公共, 后来竟然明目张胆的来找那英母亲斗地住, 父亲对两人的是默默选择了隐忍, 早在那英父亲去世那天, 那英听到了他的临终遗言, 他希望那英一定要嫁到金会长家, 生下孩子, 名正言顺的集成集团, 完成自己对金会长报复, 整部剧里那英是一个为了目的不择手段的女人, 其实她内心非常矛盾, 之前不甘贫穷, 顶替姐姐嫁入豪门, 后来又为了实现复仇而变的不择手段, 随后永明跟了过来, 那英这才得知丈夫内心的苦衷, 得知丈夫是真的为她着想, 以至于放下一切名利, 也要与自己在一起, 今天是任机出发去国外的一天, 明才来到机场与她告别, 这次她是以弟弟的身份与姐姐见面, 两人虽然互相深爱着对方, 但为了母亲的幸福, 任机还是选择退出这份不应该存在的感情, 那英一家三人, 也享受着从未感受过的幸福, 这天正在吃饭时, 一通电话铃声响起, 电话中, 那英从婆婆口中得知一个意外惊喜, 老爷子身体逐渐康复了, 同时英俊辞去了会长之位, 公共命令有名一个继承会长之位, 整部剧到这就结束了, 感谢各位的支持, 我们下部聚见。